好 咔嚓咔嚓來點點名 謝謝美媛 米優 還有TT鋼鐵的應援 還有來看的是 雨婦家燕穴 大家都在我們的子頻持續應援 好 當然我們從不來關心 我們剛剛有提到 真的最近輿論炸鍋的 很多孩子走了的事件 現在在持續燃燒 到底多少孩子走 你才算覺得是多 死了才算多呢 行政院長蘇貞昌說要假消息 還說要法辦 讓輿情炸鍋 引發國民黨團再也擋得不滿 表示說很多孩子走了 根本不是假消息好嗎 也質疑蔡政府你恐嚇人民 你連讓人民 連言論自由的權利都沒有 也反過了蘇原昌院長 跟指揮官陳時中 到底你們覺得 死多少小孩才算多呢 也他們現在前往了刑事局 主動來投案 但你關心 到底要死多少小孩 你才覺得算多 在去年底的時候 其實在歐美亞洲 有很多的國家 我們已經開始了 都說他們這幾個國家都已經打兒童BNT的疫苗了 我們也希望我們能夠進兒童BNT疫苗 但是當時指揮中心說目前還不需要 我們一直看到台灣的防疫 從口罩從疫苗快篩到兒童疫苗 哪一個不是人民的怒火燒起來以後 指揮中心才要開始做 現在LINE也不敢轉傳 也不敢說真話 台灣是不是已經進入了 類戒嚴的狀態嗎 沒有言論自由了嗎 新加坡可以做到 兒童死亡零 我們現在的染疫死亡率 是日本的十倍 韓國的八倍 民眾不能覺得是多嗎 今天全台都是郭彥均 堵得了一個郭彥均的口 但是堵不了千千萬萬 講出真相的人的口 我們會到刑事檢察局去告發 自首 我們會自首 我們請刑事檢察局把我們移送法辦 這個是刑事的陳述狀 我們就請刑事檢察局 比照郭彥均把我們移送法辦 網友我真的是把蔡英文的臉書灌爆了 而這個來看藝人朋友也聲援郭彥均 田立委森那聽你說 這已經是台灣的言論自由的保衛戰 郭彥均的一句談話 更何況那還不是他的談話 那是他在轉述他跟他朋友LINE的對話 留言裡頭的一句話 民進黨就要跳起來 就要炸了鍋 就要動用網軍來進行全面圍剿 就要啟動國家機器來進行打壓追殺 這就是民進黨對於孩子的性命的 一種重視的態度嗎 完全沒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那麼這一點我相信對所有的 這個爸爸媽媽來說都是沒有辦法接受 就如同柯文哲所說的 今天如果你不說話 明天你就說不了話了 今天這不是郭彥均一個人的問題 今天這是台灣所有人民的問題 這是未來我們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還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問題 我們還能不能夠自由自在的 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 說出我們的感受表達我們的看法 如果今天郭彥均被追殺 如果今天郭彥均被查辦 下一次被查辦的可能就是你或者是我 下一次被網軍出征的 可能就是我們台灣任何 每一個無辜的台灣民眾 所以民進黨想要藉由網軍來治國 民進黨想要藉由國家機器 來打造一個一言堂的綠色台灣 民進黨藉著NCC 已經鉗置了所有的媒體自由 讓媒體只會歌功頌德逢贏拍馬 接著又藉著監察院來打壓這個檢調司法 讓檢調司法針對民進黨 所有的不法作為不敢有藏法之名 現在又用網軍和國家機器 來修理一位藝人 只不過是因為他所轉述的 這個貼圖裡頭的一句話 這已經是台灣言論自由的保衛戰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 今天這件事情會有這麼多 不管是社會的正義知識 或者是意見領袖 或者是政治人物 大家都要站出來 甚至共同今天要到警察局去治首 要辦郭彥均就一起辦大家吧 為什麼大家會反彈 為什麼大家會炸鍋 為什麼民進黨的臉書 蔡英文的臉書會被灌爆 我想台灣人民對於民進黨 這種為所欲為 無法無天的做法 已經忍無可忍了 如果你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 是4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之後 就可以連續來噴8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你可以適合這一組 比較小的攜帶型的USB插頭 這次可以噴2到4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